土耳其从月前就开始传出要采购俄国S-400导弹防空系统 当时就引发北约同盟对担忧 恐让北约防空网被俄国破解或是发生难以驱敌我等情况 美国空军高级官员近日也表示 土耳其若执意如此可能会影响北约武器的尖端技术 包括F-35战机在内也会影响土国未来购买和操作 F-35战机的计划 据防务新闻报道 美国空军国际事务副次长葛兰特Heddy Grant 15日表示 目前的政策不允许俄国S-400云美制装备拥有作业互通信 也说购买该S-400防空系统将会对土耳其使用F-35造成问题 因为美国需要为所有购买F-35的盟友把守其尖端科技 其实早在上个月底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帕维尔上将Petri Pavel 也对土耳其辞举有同样的担忧 他承购买S-400防空系统将会对北约部署到土耳其的装备造成挑战 他表示虽然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地为国家防御做决定 但是要是土耳其购买S-400系统将会使安卡拉被排除在北约盟国防空体系之外 并可能导致其他军事技术的限制 美国五代逆宗战机F-35制造商洛克西德·马丁 Lockheed Martin 原定要在2018年交付首批F-35给土耳其 但引发不少专家担忧 土耳其同时操作F-35与S-400将导致顶尖科技及机密数据被泄露给俄国 这将对以逆宗与资讯整合优势著称的F-35造成一场灾难 虽然土耳其只购买的遏制S-400造成不少争议 但身为北约重要成员的土耳其然和北约有着密切的军事合作 像是土耳其7月主办的东地中海2017 Dogwood Actonets 2017演习包括美国、英国、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等国都有派兵参与 增进北约同盟国海军的共同作战能力 中时电子报